嗨,大家好,我是Elene 欢迎来到本期的每周360 在影片开始之前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 第一载新闻Proton确认打造Proton S70R3赛车 参加Sepang 1000km耐力赛 获得在全新1.5升自吸引擎 随着S70正式在我国发布并开始交车 今日Proton旗下的R3 Motorsport赛车部门就表示 他们将在今年以参加Sepang 1000km X1K耐力赛为标准 开发出S70R3赛车 而这也是是Saga和Iris之后R3部门最新的一款车 虽然暂时还没有太多详细的细节 不过预计S70将和Saga及Iris 一样是一款适用于MTC级别的赛车 另外虽然今年的S1K MTC级别 相信比赛规则暂时还未释出 但是如果参考去年的规则的话 参赛车款车子搭载的必须是 1401cc到1600cc排量的引擎 同时不能有机械增压或涡轮增压等额外的辅助 因此也就是说目前的S70并不能够直接用于参赛 对此基本上原厂可以有三种做法 一是把涡轮增压器拆掉 二是用现有的R3 Cam Pro 1597cc赛车引擎 三就是为它使用新的引擎动力配置 而考虑到之前传闻纸宝藤将为S70搭载 一具1.5圣四缸自然进气引擎 因此相信后者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再加上规则限定所有赛车都必须要最少产量2500辆 因此相信这个动力配置的S70 未来将会推出市场销售 所以有新的动力配置的S70 很快就会和我们见面啦 那不知道大家会期待这辆S70R3赛车的推出吗 第二则新闻SAIC Malaysia正式宣布旗下品牌MG回归大马 首发两款新车MG4和MGZ SEV现在已经开放预定 其中MG4预计售价从马币14000块起跳 说了很久的MG终于来到我国了 而这一次原厂在我国率先引进了两款新车都是纯电车型 首先就是在国外热销的MG4 这款车在2023年全球的销量超过15万辆 同时也是欧洲最好卖的电动车之一 而这一次原厂几乎将海外市场的所有规格都引进了马来西亚 本地一共分为四个车型可选 预计售价分别从马币10万到15万起跳 再来就是MGZ SEV 它的定位是纯电入门B-Segment SUV 对手瞄准BRD Auto 3以及Cherry Omoda E5等 它搭载了176hp 280Nm电机 0百加速只需8秒 同时它51.1kWh的电池组支援最远续航320公里 基本上是一辆用于满足你市区驾驶的车型 新车预计售价是在马币12万9千 那MG作为一个重新回到我国的品牌 目前其经销商覆盖范围可能并不是那么的足够 但是不得不说产品的价格确实竞争力十足 说到MG我们上个星期有做MG4的发布影片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观看哦 第三则新闻全新一代Honda CR-V大马爆单总订单超过6500张 其中被车型最受消费者的欢迎 新一代CR-V是2023年年末正式在我国发布的 而根据原厂透露的数据 新车发布至今Honda Malaysia已经累计了接单超过6500张 对一款C-Segment SUV而言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无疑是十分出色的 简单的和大家回顾一下这款车 新车在本地提供了两种引擎选项 共四个车型可选 分别是搭载1.5升VTEC Turbo的SEGV全轮驱动车型 还有搭载2.0升的EHEV混动引擎RS车型 新车本地售价介于马币159900至195900之间 那上个星期我们也得到了Honda Malaysia的邀请 从KL开车到槟城进行一个长途试驾 并且影片已经在上个星期刚发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观看哦 那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新一代的CR-V车主 或者是已经预定的准车主呢 你的选择又是哪个车型呢 第四则新闻Proton X50原型车吉利冰月 全球销量突破80万辆大关 成功创下一个新的旅程碑成就 根据Gili Auto International早前释出的数据 自从冰月在2018年10月31日 全球首发以来 这款车在全球45个国家累计销量达到了80万辆大关 并且这款车在美洲、中东、非洲、东欧和亚太地区 各个市场都有出色的销售表现 更是成为多个市场中同级销量第一的车款 对于一款中国自主品牌车款而言 无疑是十分成功的成绩了 那吉利发布的这份数据 并未提及是否包含我们熟悉的Proton X50 不过去年Proton一共在全球售出了 31829辆X50 也让到这款自2020年10月份发布的车款 累计销量突破10万辆大关 而且基本上自它上市以来 一直稳坐大马年度最好卖的B-Segment SUV宝座 虽然X50现在的销量还是很能打 但是其实宝藤已经计划在今年内 为它推出小改款车型 虽然暂时还没有太多 关于小改款车型的详细资讯 不过据悉它有望换上 S90、S70同款的新的车载主机 而且很可能会支援大家已经期待已久的 Android Auto以及Apple CarPlay手机连接功能 至于其余更动的细节则暂时未明 据悉宝藤今年的计划是推出两款小改款车型 首先会推出的将会是计划已久的S70 MC2 而S50小改款预计将在随后才跟上 因此如果再期待这款车的朋友 可能还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了 第五则新闻中国版Lessus LM GSE M8 正式登陆东盟市场 新车菲律宾开价约马币25万6千起 未来大马有望引进 新一代M8在2022年于中国发布时 就因其和Lessus LM相似的外观设计 而被中国网名戏称为中国版Lessus LM 而近日这款来自中国自主品牌的豪华MPV 就正式出海率先去到了菲律宾市场贩售 它的对手瞄准Delta Alfred及Lessus LM等车型 那这一次这款车在菲律宾当地仅提供了 二升体GDI缸内直噴涡轮增压引擎 配iSIM 8AT自排变速箱的动力选项 最大马力表现248P 峰值扭力表现400牛顿米 基本上这样子的引擎动力足以应对日常动力需求 不过菲律宾却没有提供Toyota Hybrid System 作为动力系统的混动车型 暂时来说这具混动引擎还是中国市场的专属 新车在菲律宾当地开价约马币256,066令吉起 而随着GSC Motor近期在积极发展大马市场 除了已经开放预定的GS3M中之外 也已经预告M Crew和Ion Y Plus都会在近年内登陆大马 因此相信未来M8还是有机会来到大马贩售的 只不过今年他们已经计划发布三款车了 因此这款车如果在大马发布的话 可能要等到2025年了 大家会期待这款中国版Lessus LM的到来吗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美洲360 我是Elaine 最后最后还是一样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